一名40岁成姓男子23日上午时时许驾驶拖板车 行津新北市领口区分辽路二段转弯处时 车板上的吊车转弯时向左倾倒 吊车的吊臂更是砸到停在一旁的垃圾车 双向车道因此回堵 索性整起事件无人受伤 警方或报道场实施双向管制 并通知吊车车主到场座笔录 详细是发行行人待进一步调查 林口警方表示 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举发 可处心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还 并责令改正或禁止通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